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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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前高高跃起 投球攻门 球速比较快 顾俊杰即使做出了反应 但也来不及 调整到一个最佳的扑球位置 开出小球开出来 天路的气球转中 投球都完结一战 在门前球尖了 第一时间 主台班还是和编采 进行了一些交流 终于是直接改向了编采 为一个慢动作的回放 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球 最终是怎样 过往到球门当中的 爬进了投球攻门 这一次跳不了 没有能够将球抱住 而球的整体最终也是 过往到了球门当中 从一个慢动作的回放 能够清晰的看到 球的整体已经是完全进入到了 球门当中 越过了球门线 这个假跑 现在进去的人比较多 往进去里面掉 这个球 阿金的跑位 把所有的后卫全部骗过了 所以这球 沐鲜宇 身出单掌 已经把这个球碰到了 但是呢 球 再次飞到了那个方向 依旧是阿金的脚下 这个时候呢 阿金的连赛进球 也来到了武力 阿金胸部这么一垫 这个刘千宇 你看这个球 右手 然后拍打这个球 但是无奈 沐千宇的这个身高啊 可能这个时候显得用时方很 到阿金之间 过了配合的阿金 球之后分到了左边路 阿金呢 因为启动的速度 算不算特别快 我们来看看中路落点 投球球进了 哇哈 我们刚说的呀 阿金啊 似乎在禁区里面 一边观察着 沉中的这样一个线路啊 一边伺机启动 启动的速度 虽然不是特别快 但那个落点的判断很准确 我们先来听一下哨声 那么在视频助理裁判 观察了结果之后 认为这一例进球 不存在约位的情况 阿金的进球有效 加盟球队之后 阿金就是为球队打入的 第七例进球 投中路 我们看看啊 阿金啊 他刚开始跑位的时候启动 咱们说到 他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但是判断了球的落点之后 他越起的一瞬间 动作却是又快又敏捷 下半场的比赛 黑龙驾SC现在2比0 领先着长春亚太 黑龙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